杨龙娃 我发现你 你确实是对案子特别感兴趣 你看 你对 不是 就是因为 报纸天天登啊 我都看报纸的习惯了 对 对 对 我也是 老日 老日 余队 匿名信 我没有收到一封匿名信 这次是直接给你们办 话说的 嗯 你 晴河晚报 你这如权 那全了 为什么呢 我这见天看报纸 4月18号那天都我没看 据说就那天上面有篇文章 就我们这个案子 还要我本人给予了严厉的批评 我还就没看着 哎呀 你说有没有方便给我找找找 我看看说什么了这是 我 我找找 麻烦了 哎呀 不麻烦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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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坐着啊 应该全在这儿了 又是一次试探 但也证明了 发出去的信 虞超收到了 这多少给马东升 带来了些许的安慰 他就是想借警方的手 来揭开真相 这一点 虞超是否也意识到了 而在虞超看来 如果马东升就是匿名信的制造者 其真实的意图 应该是手中已经掌握了什么神秘的东西 所以才以这种方式提醒自己 这儿您 您看看啊 这是四月份呢 嗯 对 一号呢也有 这家伙 这用词儿是挺犀利啊 哈哈哈哈哈哈 对 媒体嘛 哎呀 这记者这个 但是我相信啊 这案子一定会破 你还挺相信我呢 那 那当然了 因为我一直记着你说过一句话 就是没有破不了的案子 就是时间问题 那倒是 哈哈哈哈